大家請合掌 我們一起來稱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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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靜聞得授耻 願解如來真是意 尊敬的最同修最護法 大家晚安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繼續來給大家 《習講如何認識佛教》 原本是昨天 因為昨天身體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改成今天來給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講解 如何來認識佛教 阿彌陀佛教 那如果在講習當中 在習講當中 如果講到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你們 請你們大家多多批評 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 已經給大家簡單的說明 在佛門 在佛門裡面 這個佛菩薩的形象 他的含義 表法是很廣的 意思是很深 而且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 歸納起來 它有兩個意思 昨天 三個星期 已經給大家簡單的說明了 但是最主要性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在佛菩薩的名號 他的主要性只有一個 無論釋迦牟尼佛 或者阿彌陀佛 或者要師如來的名號 或者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或者第三王菩薩的名號 文殊施利菩薩的名號 無論來尊佛菩薩的形象 佛菩薩的名號 他只有一個 就是利益一切眾生 他的精神就是這個 像我們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每尊佛成佛發運都是不一樣的 方法都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孝敬一切眾生 那佛菩薩 在我們佛教裡面 在佛門裡面 他就是有這樣的描法 那上個星期已經給大家簡單的說明 但是在這個地方 首先我要做一個加強 來補充上個星期的對大家的講解 那供養佛菩薩的形象 我們已經給大家說明 他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最重要的 就是教導我們 你要懂得知恩報恩 而且這個恩 這個報恩 他的對象是誰呢 是老師 不僅僅是釋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或者諸佛菩薩 對我們一切眾生的貢獻是很大的 所以對老師我們一定要感恩戴德 所謂的報恩凡事 這個是上個星期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對老師我們要懂得 那為什麼要對老師要報恩呢 當然我們作為佛教佛陀的弟子 那要怎麼樣對老師來報恩呢 這個下面呢 會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們對老師要怎麼樣來報恩 那其實呢 對老師的恩德啊 那是很廣的 這個恩是很廣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呢 在經上把我們歸納起來 這個恩有四大列 這個恩德有四大列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是報父母恩 這個稿子 前面已經給大家做一個稿子來看 第一個呢 就是報父母恩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當作來溫習一下 有一些人可能也不清楚 因為這個恩的意思的內涵呢 是太廣了 太深度了 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佛把它歸納四大列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知恩 對父母要懂得報恩 第二個要報老師之恩 報國家之恩 報一切眾生之恩 這一切眾生包括有情無情的 就分為四大列 那有人問 師父 報父母恩要怎麼報答呢 有一些人說我父母不在啦 或者我現在這個作為兒女 我要怎麼樣來報答 父母對我養育此恩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報對父母之恩最圓滿的 就是能夠勸父母 他能夠老老實實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能夠勸你的父母念佛 你勸你的父母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要發願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如果你的父母能夠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你的恩是最圓滿的報答 為什麼呢 因為你幫助你的父母離苦得樂了嗎 了生死了嗎 不論在讓父母再墮在六道 受六道之苦啊 所以最圓滿的能夠幫助母親 幫助你的父母 這一生能夠念這句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這個就是我們做兒女最大的報答 這個簡單的一種比喻 那要怎麼樣來報答老實之恩呢 要怎麼樣來報答 你看佛都不在了嗎 留下來就是這些經典 經典有這麼多 有八萬四千法門 我們怎麼樣來報答老實之恩呢 怎麼報答呢 你能夠啊 譬如說你能夠把這個認識佛教 然後介紹給別人 讓別人能夠對佛教不會有禪中嚴重的誤解 認為我們佛教是迷信的 讓大家能夠懂得佛教能夠帶來幸福的 佛陀的教育能夠帶來一個美滿的人生 能夠帶來這個社會的和諧 能夠帶來這個社會的和諧 能夠帶來這個國家的安定 讓這個人民能夠安居樂樂 國泰民安 風調已順 這個就是你對佛對老實最大的報恩 那報恩有兩種 一種是從嚴教 嚴教就是說你能夠講解給別人聽 佛教他的精神是這一個的 他主要性的是什麼 讓大家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讓他能夠信心來寫佛 那第二種是用身教 用什麼身教呢 你能夠做一個好樣子 比如說我能夠把這個家庭 能夠帶來幸福 沒有一絲好的懷疑 那這個就是你對老實最大的報恩 像我們今天念佛也是如此 你要怎麼報阿彌陀佛 你能夠讓大家做一個好樣子 做一個典型 讓大家能夠對這個淨土法門 對這個念佛法門能夠有深信 那你這個福報很大 將來如果你不到西方級的世界 而且得人生 那你這個福報更大了 所以報老實之恩 首先先把自己做一個好樣子給人家看 然後來給大家介紹佛教真的不可思議的功德利益 這樣就是對老實最大的報答之恩 這個我們一定要明白 有人說師父我要怎麼樣報答國家之恩 一個國家要建立 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過去的歷史記載 改朝換來 為什麼一個朝來一個朝來一個換來換去 什麼原因 你看要建立一個國家 你要犧牲多少人 你要死了多少人 要怎麼樣來報答這個國家呢 你要鎖法 那個鎖法很廣 你看過去為什麼國家 會帶來災難 人民苦不堪圓 很殘酷 為什麼 因為貪的關係嘛 所以你能夠鎖法 總總總總對這個國家帶來一個和睦 給大家能夠帶來一種幸福 首先你一定要鎖法 首先你一定要鎖法 國家的法律 教我們怎麼做 那我們一定要鎖法 那最後報一切眾生之恩 這個眾生太廣了 我們今天能夠生在這個環境 能夠生存 靠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所穿 所看到 所吃的 所喝的 種種的 都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一個很深度的去思考 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一切都要懂得去擔心 所以從這個恩德我們來學習 你想一想 我們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能夠用這個恩德來對待一切眾生 你能夠跟一切眾生結二緣嗎 你能夠用這個恩德來對待一切眾生 你還會傷害別人嗎 你的行為 你的言語 你的念頭 會不會去傷害別人呢 是不可能 所以意識太廣了 所以這個恩能夠幫助我們修行什麼 修行你的忍辱 無論什麼樣的境界在你的生命裡面 順境也好 逆境也好 逆境也好 只要你能夠用這種恩德的精神 你對每一件事情 對任何一件人 對任何一個人 你不會產生一個嚴重的激怒 稱恨種種的 因為你有感恩的心態嗎 所以 釋迦牟尼佛在這個地方的表法 佛菩薩的行善的表法 其實都是教導我們一種教育 教導我們什麼呢 最基本的教導我們做人的根本 所以你看到一尊佛像在你的面前 你看到一尊佛菩薩的形象 在你的眼前 他都是在代表這一個的 代表你什麼 代表你懂得知恩報恩 知恩報恩從哪裡 從做人嘛 做人的根本就是這一個嘛 你想要一個幸福的家庭 你連人都做不好有可能嗎 你想要你這個家庭和睦相處 你沒有把人做好有可能嗎 現在為什麼這個社會會這麼動亂 人與人之間互相不來往 人與人之間互相不信任 人與人之間不互相的關懷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呢 因為做人的關係有問題了嗎 人都做不好了 比方說我們想要念佛往生西方極德世界 你想要成佛你要成菩薩 你想要成就 但是你把人都做不好你有可能嗎 現在你想要往生西方極德世界 你人都做不好你有可能到西方極德世界 所以關鍵都是我們這個人 人沒有交好 這個社會就會動亂了 所以如果把人做好了你的幸福 你要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你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安定的國家 那就容易了 所以你看 你從這個地方角度你去看看佛菩薩的形象 他這種的教育 這種的表法 多麼那麼好 他不是迷信的 他絕非迷信的 他就是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 都是教導我們要把人做好 人做好了 你要成佛成菩薩 你要建立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你要建立一個好的環境 建立一個好的國家 那就容易了 如果人沒有交好 那這個國家會動亂 這個家庭就不會好 你想要幸福的家庭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看一看 看到佛像 我要懂得報恩 我要懂得知恩報恩 我要懂得對一切眾生 一種感恩的心態 這樣的話 你才會有一種基督的心態 稱恨的心態 你看 你這個人生過得真的很美滿 這個就是佛教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 叫做漸顯思奇 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 你想一想 釋迦牟尼佛你看 他是生在帝王之家 享受榮華富貴 將來又繼承他的父王的王位 你想一想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出家呢 他為什麼選擇 修那種苦行 三一一波樹下一樹 他為什麼不享受 那種帝王之家的待遇 那種享受榮華富貴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想一想 他辛辛苦苦的 很不容易 你想一想 樹下一樹 我們不要說六年十年 你說你一天你在外面 你試試看 你不相信你明天開始 你不相信嗎 你明天在你的門口 跟你的兒女說 我不在房間睡覺 我要在門口睡個覺 你自己想一想 你能夠受得了嗎 我看第二天 可能把你送到哪裡去 加護病房了 不要說在外面睡覺 有時候家裡遇到一些蚊子 有時候自己也說不了了 你看釋迦牟尼佛你看 六年在菩提樹下 沒睡沒喝沒吃 想的就是為了誰 就是為了我們一切眾生能夠得到什麼 離苦得樂的方法 避免生老病死把苦交接著這一些的苦 所以犧牲自己來貢獻給我們一切眾生 所以佛菩薩跟我們眾生的區別在哪裡 我們想的就是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貪欲 佛菩薩想的就是一切眾生的快樂 我們想的就是自己的快樂 所以今天釋迦牟尼佛你看 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的貢獻 我們怎麼能夠認識阿彌陀佛的國土極樂世界呢 死方諸佛國土這麼大 整個宇宙見虛空變法界 這麼大的一個虛空法界 如果沒有釋迦牟尼佛來為我們說明 我們怎麼能夠知道有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能夠幫助我們離苦得樂呢 所以用這一點我們必須要了解 在佛菩薩形象裡面的表法就是告訴你 你要見些事情 今天釋迦牟尼佛能夠成佛也真的不容易 我們一定要感恩 他都是表法這個 所以一尊佛菩薩的形象 我們的供養 一尊佛菩薩形象供養的意義 你看喔 你看你家裡的佛菩薩的形象 你看到那個佛菩薩的形象 你第一個念頭是什麼呢 你看師父每天睡覺之前先离佛上拜 沒去想到佛菩薩 沒去想到佛菩薩 想到自己 想到什麼呢 提醒我 十四十分之二十分 十、十、十三分之四十分之五 1966現在我們的佛菩薩 向人家義 爾洋家 à fugに 在那邊就是提醒你的 那如果今天我有做錯 我也反省 人非聖雪嘛 殊能無國嘛 每一個人都有過失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做錯的地方 但是做錯 不代表我們沒有機會改變嘛 所以過去我小的時候 我媽媽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人不怕犯錯 我的母親常常已經告訴我 人不怕犯錯 最怕的不懂的是改過 是這個道理的 所以每天我們看到佛像 教導我們來提醒我們 時時刻刻的我一定要改過之心 改變自己的行為 改變不善的念頭 改變不善的言語 對人對事對物 一定要善 所以佛教在這個佛菩薩的形象 他的決定的表法 他是絕非的迷信的 他不是迷信 他真的不是迷信的 讓大家明白 佛菩薩的形象的表法 他不是迷信的 所以不要把這個佛菩薩的形象 當作神明來看待 這樣的話那是不對的 那這樣的看待 那我們有罪過的 這個就是簡單給大家說明 這個佛菩薩的形象 他的表法的意義 雖然很廣 雖然很深 但是他最主要的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教我們要懂得 你要報恩 第二你要懂得你要知恩 對佛菩薩對我們的貢獻 因為佛菩薩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 對我們一切的眾生 貢獻太大了 這個是簡單來給大家說明 佛菩薩的形象 所以在拜佛的時候 不是在拜佛像 是拜你自己知道嗎 佛菩薩的形象只是一種代表 你菩薩過疆自身難保 那一拜佛的時候就去拜你自己 念阿彌陀佛就是念自己的 阿彌陀佛不是教你要念他 是念你自己本身 因為阿彌陀佛本來都已經成佛了 最主要是念你自己 這個是簡單給大家說明 所以在佛教裡面 佛菩薩的形象很多 佛菩薩的形象很多 為什麼呢 你看會有這麼多的佛號 比如說我們看到阿彌陀佛 有阿彌陀佛 有要事佛 有釋迦牟尼佛 有這麼多 也會有這麼多的菩薩 也會有這麼多的菩薩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事實我們一定要知道 是什麼事實呢 我們看下面的 你看這個佛菩薩這麼多 上個星期不是給大家說明了嗎 佛菩薩在《大常經》裡面 也有我們介紹這個佛 這個佛的名號很多 菩薩的名號就更多了 那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事實要告訴我們 這些名號他有一個事實 他有一個很重要性的要提醒你們 那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我們 你自己本性裡頭 你那個智慧是無量無邊的 就是告訴你這個道理 佛菩薩的這些名號這麼多 他最主要性的就是要告訴你這個道理 說你的智慧你的內心的智慧 其實是無量無邊的 你的福報其實是無量無邊的 你的德能你的才藝其實都是無量無邊的 這個就是事實啊 那現在為什麼選不出來呢 你看我們在三十七年不是說嗎 你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皆是你 這個也是事實啊 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每一尊佛的名號 每一尊菩薩的名號 就是要告訴你這個道理 提醒你 所以一個佛的名號 或者一個菩薩的名號 是沒有辦法代表一切的 沒有辦法代表的 因為他的內涵的意義是太廣了 是無量無邊的啊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 有一位大老闆有地位的 有能力有才華有才幹的 你看平常他要介紹他打他的名片 一拿出來裡頭有十幾條 有二十條 都是介紹他 介紹他的身份嘛 我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 我是那個公司的董事長 我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 全部都是在介紹他的身份 他為什麼不拿一條就好了 為什麼就拿這麼多條呢 就是要說明他的身份 他的能力他的才華 他的才幹嘛 我很了不起 我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不是這個嗎 像我以前我們的幹部 在印尼那邊的道場 師傅我能不能幫你做明篇 把明篇後面你的身份 一條一條寫出來 需要嗎 需要嗎 重要嗎 師傅你在這個學校指示什麼 你幾個道場 你在做什麼樣的會長 你那個州會長 這個州會長 通通通把他一個一個寫出來 重要嗎 重要嗎 不重要 人活低調一點好 不要活得太高調 活得太高調很辛苦 很麻煩 障礙很多 人越低調 生活越自在 所以這個名號 佛的名號 他的意思是很廣的 比方說釋迦牟尼佛 他這個名號一拿出來 那不是僅僅是二十條 幾十條 可能會上萬條的 可能會幾十萬 甚至於可能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所有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都是表法什麼呢 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告訴我們 你的內心 你的本性裡面是 具足無量無邊的德能 你有具足無量無邊的智慧 具足無量無邊的福報 具足無量無邊的才藝 只是跟你說這個道理而已 當你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告訴你 你本來是阿彌陀佛 你本來是有無量無邊的智慧 提醒你 你本來是有具足無量無邊的福報 你要相信你自己 所以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如果用現代話來講 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諸佛如來的名號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 跟別人是沒有關係的 你念釋迦牟陀佛 釋迦牟陀佛就是你 你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你 你念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就是你 你念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就是你 全部的這些佛菩薩的名號 所講的都是你一個人 跟別人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學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相信 今天的成敗關鍵不在別人 就是在你自己 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關鍵也是在你自己 今天你的生活幸福還是不幸福 都是在你自己本身 跟別人毫無關係的 你今天為什麼生活會很辛苦 你今天為什麼生活會很煩 有些人為什麼生活很快樂很幸福 跟別人是沒有關係的 關鍵就是在你自己本身 這個我們一定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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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嗎? 聽清楚嗎? 所以有人問你 你是誰? 我是阿彌陀佛 你是誰? 我是觀世音菩薩 你不要跟別人說 你是誰? 我是老菜 你不要講這一句話 這個你要清楚 因為你講到這個 人家問你是誰? 我是阿彌陀佛 說明你修行不錯了 你已經達到什麼的境界? 那個無我的境界了 如果你說你今天是誰? 我是邪無法師 你還有這個我的存在 所以修行的人跟不會修的人是不一樣 但是這個明字是一種方法而已 是一種以人之間的關係給我們講清楚 其實都是自己來的 這個是簡單給大家介紹佛的名號的代表 佛的名號的代表太多了 只是說最主要性的告訴你的 告訴你什麼? 如果沒有人 其實你有資格是無量無變 你有德能才藝福報是無量無變 你要把它回復 怎麼回復呢? 所謂菩薩的代表是什麼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菩萨的名号最重要的代表是什么呢 就是教我们要修德 比如说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念米勒菩萨 文殊赐利菩萨 大师赐菩萨 或者念其他的菩萨的名号 他最主要的教你修什么 教你修德 前面讲佛这个名号 是告诉你你的自信 你的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这个的智慧 但是菩萨的名号是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呢 提醒你教你修德 德是什么 德是指我们的本能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德项 我们的财义 是无量无边的 这个是德 念一尊菩萨的名号 就是这一个 提醒你 你要修 修这个德 这个德如果不修 你这个德显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不好好来修 我们那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德项 你的福报 你的智慧 一条也透不出来 没办法显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修 你要精进努力 你才能够得到 比方说我们今天 西方的世界是无尽的庄 到那边游乐 只有没有苦 但是你没有好好修 你没有好好来认真 你不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得不到这种的快乐 像我们一般的民间 很多人说师父 我要长寿 我要健康 我要福贵 最后我要善终 善终就是说 你离开这个世间 你没有生病 你又能够抑制十字 知道什么时候 离开这个世间 一般人善终 就是好死的意思 好死就有好生 那怎么来的呢 靠什么呢 靠去读 或者靠去看 靠去听 靠去听 这个是一种手段帮助我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修 你怎么能够得到呢 像前几天有人说 师父我要长寿健康 有没有方法 有 你只要好好持戒 特别是第一条戒 不杀身戒 你就能够得到健康长寿 像以前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伯吉勒春泽 160岁 靠康长寿 为什么他的说命这么长 过去生专门持哪条戒 不杀身这条戒 你要修你才能够得到吗 所以菩萨的名号是为我们代表要修得 佛的名号是代表你的信的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你要记得 菩萨的名号 是教你你要修行 你要修得 佛的名号是提醒你 你的德能 你的智慧 你的福报 本来是具足的 你要怎么样把它透出来 把它怎么样把它显出来 经过修行 精进勇猛 你才能够显出来 所以经上告诉我们 佛菩萨的名号的代表 全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除自己一个人之外 决定是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了 要记得 这个讲得很清楚 佛菩萨的名号全部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除自己一个人之外 决定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 是为了什么 就是叫你觉悟 没有别的就是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意义 你才晓得佛法的教学方式 如果用现代话来讲 高度的艺术化 是高度的智慧 我们看下面的 就是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 佛菩萨 佛法的教学的方式 它真的是高度的艺术化的 高度的智慧 而且这个高度智慧能够带来幸福的 所以经上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对佛教 有正确的认知 你就才得到佛法教学真实的利益 这个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 说明佛教里面的这些佛菩萨的名号 佛菩萨的形象的表法 简单的给大家说明 让你能 让你能 才能够认知清楚 佛菩萨的名号 佛菩萨的形象 都是代表教育的 都是有表法的 这样解释 大家听得懂吗 行吗 或者讲得太快吗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 所以家里供家里 那个佛菩萨的形象 你要记得 代表什么 不要天天白 要天天白负 薄比 保佑 升官 发财 一大堆要求 一大堆 我告诉你 你越求越多 你一箭都会得不到 你不要求佛 求你自己 这个全部就是从你自己能够显出来的 佛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 把这个方法已经告诉 关键就是在你自己 那在佛门里面 佛门里面有佛 有菩萨这个名号的代表 佛菩萨形象的代表 也有称呼叫做和尚 和尚阿瑟利 和尚阿瑟利 这个英文啊 因为我看不懂 你看哦 和尚阿瑟利 这个也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种名词 比方说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年 公前和尚 慈悲主法 这个和尚的意思是什么 理谢和尚慈悲主法 这个和尚的表法是什么呢 像我们一般打佛区不是有受八观灾界吗 那个八观灾界要传授之前 这个法师传八观灾界不是 头一条先念阿瑟利 有没有阿瑟利 那这个阿瑟利是什么呢 和尚阿瑟利一般在我们中国人 喜欢的称呼法师 而这些称号在宗教里头 是没有的 唯有佛教才有 那么阿瑟利和尚这个名词 是什么意思呢 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不然的话 为什么称呼他和尚 又称呼他法师 又称为阿瑟利呢 和尚阿瑟利他是古印度化 就是梵文 那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和尚 和尚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清教师 清教师 清教师这个名词 如果用现代话来讲 叫做他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 所以这个老师 我们称为他叫做和尚 像师傅 每次回到印尼 会去见我的老师 在山上 一位老和尚 年龄96岁了 身体很健康 他是我的老师 像我们师傅上人 他也是我们的老师 只是区别 在哪里 这个人亲自 亲自教导你的 这个人 称呼他叫做和尚 所以 所以这个和尚的意义 其实很深的 你看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老师 我有一个老师 虽然他不是出家 虽然是在家居士 你也能够称呼他是和尚 因为他亲自来教导你的 他也是一个和尚 比方说 在一般 在一个学校里面 亲自教导学生的是谁啊 校长嘛 教育的政策 一般都是校长定的 课程也是校长指导的 学校里面的那一些教员 是执行他的命令 来帮助他 来教导他的学生 所以和尚在学校 也是称为我们讲的校长 校长就是和尚 所以教学成功失败 校长有负责任 教员是没有负责任的 所以校长的责任很大 所以校长在佛教里面 也可以称为和尚 所以和尚不仅仅是一个法师 你就明白了 和尚都是一个出家人 他不仅仅是出家人 他不一定是出家人 所以这个和尚 他责任很大 像我们佛教里面 比如说我们说土地 但是如果没有把这个土地交好 后来 破坏了这个整个佛教的团体 破坏了整个社会 然后社会对这个佛教的 严重的误会 这个责任是谁呢 最大的责任是老师 是和尚 而且这个果报在哪里 无间地狱 所以当和尚 说土地不容易 你要教 所以古诈的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生孩子容易 你要把孩子交好 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校长他责任很大 和尚他责任很大 所以和尚这个称呼都非常的尊贵 非常的尖密 所以和尚是一个普通的名区 他不是佛门里面专用的名区 他不是 这个和尚 他不是在我们佛教里面专用的 在一般的社会可以专用 亲自教导你的 你可以称呼他和尚 明白吗 所以每次我们做法位 恭请和尚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责任感 知道吗 责任 真的有责任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没有这个德行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和尚 这个名词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遇到了 这个和尚的名词是什么意思 他不代表一个出家人 他是代表一个老师 而且这个老师牵制教导你 让你成就 让你能够将来你的前途一片的光明 能够将来能够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能够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能够来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和尚 这样解释 这样解释听得懂吧 听明白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明白和尚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下面阿瑟礼 下面阿瑟礼 阿瑟礼用现代话来讲 是称他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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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不是有吗 这个人 这个人呢 教授 但是阿瑟礼的意思 在我们佛教里面 他的意思 比这个教授的意思更圆满 更圆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般的教授 阿瑟礼啊 他 为什么跟一般的教授 是不一样的呢 因为这个老师 他的言语 行为 德行 可以做我的好的好样 我应该要向他学习 所以阿瑟礼用现代话 意思就是 鬼犯师 什么叫做鬼犯师 就是他的原型 可以做我的模范 做我的典型 所以阿瑟礼的意思就是这一个 他是一位老师 但是这位老师 他有德行 从他的原意 从他的念 从他的造作 值得我们的学习 值得作为我们的好榜样 一般的教授 他不一定有好的德行 他不一定有理由的 但是阿瑟礼 他就有这一德 所以称呼他 阿瑟礼 因为他的德行 他的原意 他的种种 值得作为我们的好样 好样 值得作为我们的好榜样 值得作为我们的典型 我们的模范 所以称呼他 是阿瑟礼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在做八观灾界的时候 你看 传八观灾界的阿瑟礼蠢念 阿瑟礼蠢念 这个念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讲你的德行 讲你的行为 讲你的言语 你要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榜样 怎么要好榜样呢 下面就给阿瑟礼蠢说明了 像我们说八观灾界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已经传到现在 已经三千年了 已经三千年了 但是习佛的人有多不多 也不少 很多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够 社会能够接受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德行嘛 如果今天释迦牟尼佛没有做到 到现在 大家能够接受吗 是不可能 像我们一般在社会 一个人能够受到尊重 受别人的关怀 受别人的爱护 不是因为他很多钱 或者他的地位很高 或者他有权利 不是的 一个人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 国家的恭敬 别人的爱护 是因为他的德行 而感召来的 不是他的这些 财力啊 权力地位 不是的 靠的就是他的德行 今天如果你想要别人恭敬你 你要把你自己的德行培养好 今天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 不要去得罪人家 你要把德行修好 靠的就是德行啊 不是靠你讲的几句话 不是的 我是这个 我是身份值很高的 我是老大 你是老二 不是的 哎呦 他是大老板 不是的 靠的就是你的德行 所以佛教的 的的的确确确的 他真的是属于师道 他不是神道 我们佛教不是神道 他是师道 那宗教呢 宗教就是神道 再说难听的话 宗教就是迷信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宗教是迷信呢 等下一堂课 再跟大家来解释 这个啊 简单来给大家介绍 在佛教里面的这些名词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阿瑟里 阿瑟里什么意思 阿瑟里就是提醒我自己 你的言行 你的言语 你的行为种种的 你要做一个好样子 阿瑟里 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他有这样的德行 所以称呼他是阿瑟里 和尚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啊 这个简单 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呢 等下一堂课 再继续来给大家说明 为什么宗教是迷信呢 为什么 这个啊 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需要来跟大家来说明 为什么这个宗教 会变成一种迷信呢 这个啊 等下一堂课 再来给大家介绍 那因为下个星期 有打佛期 下个星期有打佛期 那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我就给大家先休息 等佛期过后 我们就给大家继续来给大家 洗讲如何认识这个佛教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今天如果讲一些不圆满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师父 带大众回向可以了 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好 我们一起来回向 弟子愿意持功德 回向 回向 离结 殷亲在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上报四重恩 下集三土苦 若有静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使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